《圣灵》 圣灵降下来 从整体论 从普世原则 跟从历史性来说 是一次 这一次跟圣灵的洗 是完全同样的 所以 第一章第五节说 不多及了你们受圣灵的洗 第二章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却没有讲 他们就收了圣灵的洗 用的名字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现在我在问你 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 是一样的吗 回答 不一样 第一章第五节讲圣灵的洗 第二章圣灵的洗降临的时候 就不提圣灵的洗 提的是圣灵充满 那么以后 同样的人 就继续不断有 这种被圣灵充满的 再有的经历 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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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的经历 就是因为曾经一次领受了圣灵的洗 所以第一次圣灵的洗 就跟圣灵充满不能分开 而圣灵的洗衣是一次就不需要再重复 但是圣灵充满就可以继续不断再重复 再重复 再重复 所以圣灵的洗衣跟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 圣灵洗的人一定被圣灵充满 而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在受圣灵的洗 因为圣灵的洗衣是一次之道永远的功效 而圣灵的充满就可以继续不断重新温习 在被接近的当时 第一次从罪人成为圣徒的那个经验 继续重新温习 继续重新享受 正像你结婚的那一天 你的爱是非常高潮完全的 但以后呢 这种高潮完全可以继续 但是分离不必举行第二次 你明白吗 结婚跟爱是不能分开的 你为了爱而结婚 而爱的动机是要合一 当结婚的那一天 分离是告诉人 告诉神 我们宣布两个人合为一 以后呢 你继续不断合一 不必一天到晚告诉人 我再结婚 我再结婚 那你就可以继续经历 重新温习 分离那天的细落 但是分离就不需要了 所以彼得被圣灵充满 是记在多次 而不多及的你要受圣灵的洗 只要记在一次 这个就是圣灵的洗 跟圣灵充满不同的地方 那么对彼得来说 五旬节那一天就是他受圣灵洗 基督用圣灵洗他的那个经验 但是呢 对于后来才听见耶稣福音的撒玛利亚人 他们就没有在 使徒第二章的历史史课里面有分 所以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对于在哥尼流家里 后来听彼得讲道才信主的人来说 他们也不可能在过去的五旬节那一天 在耶路撒冷有分 所以圣灵又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对于在以赋索那些 曾经听过亚波罗讲道 后来保罗在对他们传讲的时候 他们也未曾有可能 也没有机会 在五旬节那一天到耶路撒冷 所以圣灵又降临在他身上 所以这样圣灵的降临 对普世教会 对历史的应许 应证神所已经预言的话 这个降临是一事 但对每一个不同的人 他个人的生命中间 基督用圣灵接近他 他受圣灵的洗的那一天 跟五旬节那一天是不一样 所以圣灵就常常降临在不同人身上 使他们领受五旬节 圣灵一次降临 到现在没有收回的那一个 成为圣徒的经历 所以每一个人 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洗净我的时候 你的经验的那一天 跟五旬节那一天是不一样的 那个不一样怎么解释 我已经对你讲了 正像基督死只有一天 只有一次 但当每一个人一族同死的时候 不是那一天 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一天 我是1957年 可能你是1983年 他是1996年 他是2005年 你一族同死 接受基督 领受他死而呼唤的一次功劳 神叫做永远 这一个恩典在你身上运行的时候 是你生命中间的一天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死那天 你还没有生出来 但你一族同死那一天 耶稣不必再死一次 因为他一次死就够了 是圣灵把你带进 曾经为你死的那一天 在各个他上的功劳里面 照样的 我领受圣灵接近的时候 是基督用圣灵使我成圣 用圣灵使我成为圣徒 所以我可以加入圣耳宫的教会 成为你其中的一分子 那一天在我身上 当时我经历了耶稣所给我的圣灵的洗 但那一天不是五旬节 因为五旬节那一天 我根本还没有生出来 所以在我生命中间所兑现的 神接近我的那一天 跟圣灵在两千亿年以前 五旬节那天降临 是不同的日子 但是同一位灵把成圣的工作 运行在我的身上 在你身上的时候 我们都受圣灵的洗 所以保罗说 我们都引以一位圣灵 我们都受洗归渡基督 成为他的身体 这个就用过去完成色了 谢谢大家 是